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再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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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站得起来吗 OK 我保养有差了 今天晚上八点 群女跟我这样过 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那刚刚 从刚刚到现在 老师已经把这个 会产生这个角错的原因 跟大家讲 概念很清楚了 那我相信 三位 尤其是秀型 既然常常跟这个 志愿在比赛看 谁比较 不那么厉害 应该做很多方法 应该有自己的偏方 刚刚一讲乳翼 你看他马上就对答如流 对不对 我相信 接下来这个爱健康PK赛 三位一定有自己好的人 好不好 我看就先从秀型这边开始 今天带来什么样子的 这个不要讲偏方啦 方法 好 我除脚臭的paper呢就是 茶叶 茶叶 茶叶啊 就是因为我有 我们家都有喝茶的习惯 对 对那喝完茶不是 就是口齿会流香吗 对 对那像有些妈妈 她们在做家事 然后就是冰箱什么 除臭的时候 她们也会放一些茶叶 那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那你怎么弄 那我就是会把喝完茶的那个茶叶 然后呢就是浸泡在那个 温水室温的脸盆那边 然后我就泡脚 泡足部 就泡脚五分钟 就差不多 就是泡过茶的茶叶 对茶叶 然后 我觉得她的皮肤会有用 你怎么要有信心啊 建民格啊 对 泡五分钟 收敛然后吸收那个臭味 你这样泡真的有点用 你刚刚没有发到那么臭 哪那么快 泡到里面谁知道 好啊 一个 这样子啦 因为基于裁判的需要 我派张母席去轮轮看 快 非常棒 你这样不是让我觉得很难准的 可来 所以你自己试过之后 你觉得有改善 我觉得有改善啊 因为你知道 我放在冰箱都有出臭效果 这脚是不是 好那秀琴你边擦脚 我们来听听看 建民哥怎么说 他的就落掉了 你也要出来啊 你也泡脚啊 我没有泡脚 我以为你真的要泡脚了 下来不掉 我跟你讲 因为我小时候是阿嬷待大 对 然后呢不管洗完澡的时候 一直到我国中 要出去念书的时候 他都会在我的 味道好重喔 天哪 他都会在我的脚上面 撒一点肺者门 就撒一点肺者门 他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可是其实 蛮有效的 就是 他的理念 他跟我讲的就是说 就是干爽 保持干爽 你就干爽是身体 不是脚 不要那么湿 然后你就穿襪子前 撒一点肺子粉上去 然后穿鞋子 就没有那么 就不会臭 其实呢 我真的觉得一个正确的方式 不用有这么复杂的就是 泡啊 泡茶啊 撒到肺子粉 哪都哪些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这什么 你在生气吗 这怎样 拍桌子 那因为我以前是运动员 以前我们打球 所以我们教練就 以前教練就叫我们 要带两双袜子来打球 那时候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只要上门课之后 老师就要跟我们讲说 好 换袜子 然后再进去里面做伸展 那之前我们不晓得 之后才知道 因为你把袜子 把水分吸掉了 就不会臭啦 对啊 就换袜子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只要到了 我必须要穿那个 就是穿那个感觉 比较有点危险性的鞋子的时候 我就多准备袜子 反正你如果感觉到自己有点 因为我们自己会有感觉 会有什么湿湿的 会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 就换袜子 这个 呃 秀琴的部分啊 是用茶叶水泡脚 是 那丁宁呢 就是更换袜子 更换的勤劳一点 对 涂法练钢 好的 潘老师 这三位 您觉得哪一个 比较有道理呢 请举牌 好 恭喜丁宁 为什么 为什么有个经理 请处罚 潘老师 茶叶泡脚 为什么会 这个其实很常听到 对啊 对啊 就是说 基本上来讲每个人都有些对 不是都全错 你比如说 你回到 那你为什么全部都去 你回到家里面来 对 那你脚已经很臭了吗 对 你去洗一洗 再泡个茶叶水 那当然会 比较不臭啊 对 但是我们现在 但我们现在的想法是 不是臭了 才把它洗掉或泡掉 我们是希望让它 不要臭 对 所以这个观念不太一样 对 对 味道还没出来之前 那要怎么样才要换袜子 就是 勤换 你不用 你就是反正一天如果你 对 然后另外就是 建民的这个东西是 灰子粉是吸水 没有错是阻断它的养分的来源 但是问题是 通常 擋不住 所以我们以前小时候也用过啊 灰子粉少 最后 半天那个灰子粉就完蛋了 就跟泥浆一样 对 那如果说我 像勤换袜子 我就勤撒肺子粉 但是问题是 要把旧的肺子粉拿出来啊 不然里面会越来越多啊 可以变成肺工了啦 卡在里面 所以只要换袜子就好 换袜子 就这么简单喔 穿通风的 那个鞋子 然后呢勤换袜子 就会有帮忙 然后另外要杀菌 去脚皮 来吧 宣布一下积分吧 克莱 好这两个回合总积分 那我们的秀琴姐是2分 健民哥是1分 丁丁姐有3分 所以是健民哥要和我们的 腺菜豆豉鸡 脚量 他脚都很臭 让我们炕熟的腺菜放下去 豆豉 整粗 整粗 放一半就好了 沒關係啦 那预防的没关系啦 不要啦 不要太多 腺菜有预防 豆豉没有预防 还有现在他是有煮熟呢 对 因为那个豆豉的味道真的很重 有啦 我们会把它煮熟啦 烫熟 抹茶冰箱 哎呦 好抹茶 对啊 可是颜色看起来是真的蛮好喝的啦 好抹茶 那你们喝 很干了 可以我看看嗎 豆豉真的很猛 哎呦 要命 哎呦 还好这次我很厉害 原住民都哎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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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不臭了 腳真的不太臭 所以你不要讲话好了 你不要讲话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减缓 这个脚臭的好食材 很简单 甲 維生素的B群 跟瓜类的食物 这个甲是利尿嘛對不對 对 所以尿多了汗就少吗 当然 是这样子哦 哦 讚哦 B群跟脚错什么 这很好奇 皮肤的健康 皮肤健康 皮肤的健康 对 B群跟皮肤的健康很有关系 是 对因为你皮肤体抗力差 就容易被黎菌寄生 然后你皮肤如果受妆 他也要赶快把它补好啊 对 所以皮肤的健康跟B群很有关系 这样讲好了 如果说我现在的 老师你刚刚讲是死皮或是剪 对 那我是没有香港脚的 我也没有脚臭 可是因为我有死皮出现 对 就比较容易有脚臭跟香港脚 对 对 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那个梅菌会钻进那个死皮里面当房子 对 那你就杀不到他 三代同堂 我们本来 什么三代同堂 外加违章建筑 哈哈哈 对他就 他就很开心 因为你本来没有脚臭 也没有香港脚 觉得好好的 可是有一天你出来有死皮 所以你没把它清掉 它就容易 对而且很容易哦 你就只要到人家家里面去 然后他们家里面有香港 你要走过去 就是 预防脚臭 千万别错过吴炳城师傅的赤肉香菇汤 料好食材 保证一吃就爱 肉的部分 我们先做一个腌制 再来脸肉粉 肉的部分 外面就有一层粉状 对 请你在家里做肉羹 你可以像我这样做 做汤的部分 这时候再姜丝放进来 看你在台湾 喝到那个淡淡的一个姜丝的味道 那个竹菜跟那个姜丝都好香 跟它的赤肉是扎扎实实的赤肉 嗯 不像外面就是粉 割勾 粉比较多啊 就是国宴级的肉羹 就不一样 这时候想要ar 你去买猫 你吃不辣的 铅 我呢 你喝了 你吃了